前几天开车在小孙子到乡下走走逛逛 看见有人在卖水果 小孙子就问我说 要不要买点水果 我说你想吃什么水果 他说就买草毒吧 我说哪有叫草毒的水果 他说那不是吗 我停车去前一看 原来卖草莓的人 把它写成草毒了 德国哲学家康德 遇到一位熟人 这位熟人 这也一位妇女告别了 康德就问 这是您的未婚妻吗 这位熟人说 是啊 您对我的选择感到惊讶吗 康德就微笑的说 不对您的选择 我不感到惊讶 惊讶的是他的选择 有位大富翁去拜访莎士比亚时说 人们都说 伟大的戏剧家 都是白痴 您认同吗 莎士比亚笑笑的说 先生 在我看来 您就是最伟大的戏剧家了 则学家尼采 终身畏曲 有人问他 你会为没有结婚这件事 感到有些遗憾吗 尼采说 不会 我常常这样宽慰我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 有个女人 因为没有做我的妻子 而获得了幸福 法官问小偷 你为什么要拖这辆车呢 小偷说 因为他停放在坟墓旁边 我想主人肯定已经死了 一定不会来告我 皇帝召见孔荣 夸赞他年幼充盈 旁边的大臣 就不太服气 冷言容语的说 小时候胖 不是胖 一般来说 小时候聪明的人 长大后不一定怎么样 恐龙就对他说 这位大官 我想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 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 信中问道 听说吃鱼可以补脑 要想成为一个像你那么聪明的科学家 应该要吃很多鱼吧 请问我要买哪种鱼 给我小孩吃比较好呢 爱因斯坦说 依我看 你大概买两条金鱼就过了 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太太 听说脾气非常暴躁 大家都称她为汉妇 经常对苏格拉底大小声 也让苏格拉底非常头疼 朋友就问苏格拉底 你为什么要娶这样的太太呢 苏格拉底就说 就像会骑马的人 咱们找那个猎马来骑 我就想 如果我连这样的太太 我都可以忍受 世界上我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受呢 有个年轻人 向林以棠请教演讲的技术 这位年轻人 为了表示自己的口才也不差 就滔滔不绝的 对林以棠讲了半小时 当他终于讲完之后 林以棠要他缴两倍的学费 那位年轻人就说 为什么要加倍呢 林以棠就笑笑的和他说 我要教你两门课 一门功课是如何演讲 另一门功课就是如何闭嘴 有个年轻人 老林以棠 强高严谤的技术 那位年轻人 比较表示自己的口才 也不能忍受 就老老的 对林以棠讲的半点不中 但那位年轻人说 算以后 林以棠就要老去 赎两批的学费 那位年轻人说 总是要赎两批的钱 林以棠就笑笑的说 我告诉两门口 这门口是严重的言讲 那我说这门口是严重的十座